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寻觅踪迹 拨开迷雾 真凶原来是他 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夜迷离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15年6月25日 黑龙江省拜泉县刑警队的办公室里 侦察员们正在忙碌着 因为今天一早 他们接到了群众的报案 这个案子其实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起非常普通的这么一个 普通失踪的这么一个案 根据家属反映 失踪者李某是在两天前外出后 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警方第一时间开始了调查 李某啊 自从23号晚上给那个丈夫徐某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说我跟那个网友去柯东县看电影 然后通完这个电话之后 然后人就失联了 一直到25号已经超过48个小时 在当地 这类失踪案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因此警方并没有马上立案侦察 而是搜集监控立线侦察 就是现在暂时立案 你说他被遣害了 还有这个有点证据不足 但是你要不立案呢 有些侦察措施还没法开展 这样呢 当互联阳省公安机关 公安厅出台了一个关于立线侦察的 就这个作为一种刑刑件来搞 但是不一定有立案 所有措施该采一采 主要对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负责 只要一次被遣害的 有这么几条规定 一个是超过24小时 一个是那这个未成年人的 一个是女性的 主要只要丢失 就一定要立线侦察 根据家属的反应 侦察员很快就在监控中 找到了失踪者李某的踪迹 因为当天影楼的那个工作人员 表示就是他当天上班了 是下午四点半 大约四点半之后 下班之后走了 这样是咱这围绕着影楼 因为咱们的大街上有那个天眼工程 安着那个3D摄像头 我安排那个侦察员 对这个监控录像进行调取 李某下班 离开了自己工作的影楼 从监控中警方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李某没有慌张的举动 也没有发现被人挟持 只是李某在马路边有过停留 似乎是在等什么人 然后从那块打车 打上出租车就走了 走了再去哪儿 就是那个 就是监控录像就碾着出租车的东西 就碾不上了 他因为出租车路过的地方 有的地方没有监控录像 这样呢就是断了 断了 断了一下考虑到能不能回家 侦察员通过反复搜索监控录像 在李某家小区门口 正好有一个监控探头 警方终于在这个监控中 再次看到了李某的身影 看着那个这个李某啊 从晚上立点钟 通过一辆那个面包车 小区门口下车了 在这好像手里边淋着一袋东西 进到小区 大概一分多钟出来了 出来他又上车了 上着这辆面包车 面包车一直在这等着 上着这面包车 车又开走了 咱们现在通过画面 是看着这个监控画面 看着是这个情况 通过这个情况分析 就是说是李某 他起码不是被人劫持 或者绑架 或者是人身受到什么伤害 他是自愿下车 自愿上车 侦察员继续寻找 这台面包车的踪迹 另一方面 警方找到李某家人 了解情况 他是一个咱们办学县 一个影楼的化妆室 家庭条件很一般 最近他在一个吃喝 这花销特别大的时候 去一瞅外面人男的 别的男的 或者朋友一请他吃喝 这有面子 朋友圈宰了 自己家的条件 根本上已经这个形势了 所以说他就 就我这面事就发展了 说我多认识几个网友 多认识几个有钱人 以后我这个朋友圈能扩大一点 说以后我能挣大钱 通过他们 就多一个朋友 多条路嘛 以后我这个发展 以后发展的机会 比平时都多一些 最近 李某经常会面男网友 作为一个已婚女人 孩子都已经五岁了 这似乎并不太正常 可通过对李某家属的询问后 发现 他的家人 对他的这些行为 完全知情 他老公应该知道这事 他老公徐某 最近就是 他总说 他最近这两个月期间 就是在6月23号失踪之前 最近这两个月时间 总出现晚上喝酒 一喝喝到 半夜十一二点钟回来 你问他呢 他也说跟那个同学了 跟朋友了 跟就是网友这些人了 看电影也不必回他老公 就是说 跟网友看电影去了 也得跟他回来 跟他说一下 案件侦查到此时 警方虽然感觉不太对劲 可一切线索表达 李某就像是正常的失踪 可能跟以前的 所谓的案件都一样 就是说 他跟大伙出去玩 跟网友出去玩 可能不愿意 因为你毕竟 你是跟男网友出去 跟他告诉他老公 就是跟男网友出去看电影 这个东西 他毕竟我感觉 家里人应该是挺反感 这个事 他可能怕家里人反对 把手机关掉了 可能晚几天就回来了 咱当时是考虑这种情况 可就是这个 看似简单平常的失踪案 警方却发现了一些 不寻常的疑点 以往类似案件一查 失踪人就算是去会网友了 手机暂时关机 但是最终 家人还是能联系上 可李某的手机 始终处在关机状态 因为他这个特别反常 他有个姑娘 他姑娘就是他女儿过生日的时候 他失联了之后 那我给他姑娘打电话 这都没有 没有这个消息 始终是从23号一直到 就他姑娘就是过生日的时候 始终是失联状态 李某有个女儿刚刚五岁 平时赤如掌上瓶珠 可女儿生日都没有和家人联系 这让警方有了一种不祥的预判 因为他案发之前 前几天说他姑娘马上过生日了 还要领着姑娘去 把外地去留着玩两天 当时都订完了 后来一十年之后就没有信了 家里特别着急 咱们一看这也确实挺反常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警方开始对李某的失踪 有了新的猜测 如果因为家庭原因有矛盾 或者是能不能出现 这种极端的情况 他父母极力否认 说两口的关系非常好 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 所以越这样 我感觉 这个越让我们感到关系 妻子频繁约会男网友 而且经常深夜回家 也不怕丈夫知道 警方对此本能地产生了一些怀疑 可能是行政警察的职业习惯 就是普通的一种失踪 一直到几天没有任何音讯 我们感觉到这个 变成案件的现实越来越明显 年轻女子深夜离奇失踪 当天开车带走她的人究竟是谁 关键监控 机窍被盗 面包车机机 有口难辨 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夜迷离 天王的幕正在播出 映楼化妆师李某 在下班后被开车带走 去临近县看电影 之后就离奇失踪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先找到带走李某的车辆和驾驶人 通过车辆找到李某的下落 这样呢 咱们为了找到这个人 就跟谁走的 咱们就沿途调取这个 撵这个车 看能不能看清楚白照 或者是看清楚里边的人 根据家属反映 当天李某电话里说 是和网友去临近的客东县看电影了 因此警方调取了 所有出城方向的监控录像 拜全县东门的卡口 卡口有张照片非常清晰 这样是把这个车牌照就清晰地看见了 看见了通过咱们网上一查一调取 这个车牌照是真的 在这张卡口照片上 警方能够清晰地看到 除了司机以外 李某是在车的副驾驶位置坐着 经过家属辨认确认 这个人就是李某 这样警方立刻安排侦察员去找这台车 查证这个车主 把这个车主找到了之后 这个车主在外地 人在外地 打电话联系 他说根本 我这个车是我的 但我现在在外地 车在家里边 不知道谁开呢 然后咱们找到他家 家里边说把车借出去了 借给一个王某 警方飞进车车 终于找到了当天开车的男子 王某 王某的不配合 让警方产生了怀疑 他也许就是查找 李某失踪的关键人物 当时通过咱们掌握的这些 相关的这些 这些东西 外围这些东西 他最后接触的应该就是这个王某 因为有清晰的掐口照片 确认当天开车 带走李某的开车人 就是王某 看到照片 王某才愿意接受警方的询问 经过询问他 他跟李某什么关系 他说是大概半年前 通过朋友跟李某认识 问他当天就干啥 他说给李某打电话 李某说要想去客栋看电影 从监控上看 当天下班的李某 确实在路边停留了一会儿 像是在挡人 之后确实接了个电话 就走出了监控区域 这样他就去接李某 李某把买的菜送到家 然后跟他一起去客栋 他买菜送到家 这个过程符合咱们在他家里边 入口调取的江湖像 就拿着一兜东西送回去 大概一分多钟就上车 符合这个过程 从现在来看 王某并没有说假话 所有的叙述都可以在监控中得到病症 咱们从这点判断 就是王某可能说的接近于真实情况 这样呢 然后问他那个看不见影 干什么去了 王某说看不见影 我回来了 因为从王某交代 他是在客栋看电影 或者又跨山 晚上大概十一点钟左右 不到十一点 回到的拜天 根据王某的叙述 警方迅速调取监控 果然在相应的时间 找到了王某进程时的夹口照片 而且 李某此时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回来了 但是他交代说是 我把李某送到家 送到家里小区门口 就是我接他上车的那个位置 我把车停下 他下车了 他下车了 然后他看着他回家 下车之后 他又开车走了 王某之前的叙述 都可以得到监控的印证 当警方再次调取 王某停车后 李某下车的监控时 意外发生了 29号早上 我们去那个 再去那个 李某家那个小区门口 想调取他那个监控录像 看看他当天晚上 是不是给送回来 在调取这个录像的时候 那个意外发生了 就是说是 这个 小区门口那个监控录像 这个探头啊 还有那个移动硬盘啊 还有这个硬盘录像机 丢了 在25日报案当天 警方还从同一个监控主机里 调取了李某上车 离开家的监控 可怎么 今天这个主机就丢了呢 主机丢失的时间太过蹊跷 而且里面的内容 也是最为重要 把这个信息返回过来以后 我们非常疑问 监控录像 它能把里头的硬盘载走 说明一 这个人具备这些方向的专业知识 二 有一些东西 特别一些真实的情况 可能在这个监控里 会有反应 所以说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之前在当地 也曾经出现过 报窃监控硬盘的案件 可这次监控硬盘丢的实在蹊跷 什么原因能这么蹊跷 就这个时间 这个节点 就丢了这块硬盘 别的周边都没有丢 你其他案件 有丢的硬盘的时候 可能这个接口丢了 下一个接口又丢了 可能丢个三个几个的 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案件恰恰就没有 只丢那个 现场最关键的那个硬盘 硬盘的丢失 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 王某到底有没有送李某回家 成了一个密 如果假如说这个王某 是个闲人 王某撒谎 说我把他送回来了 你们现在在想掉的时候 我把他摘了 晚上偷干 如果是他 那么就是正是王某撒谎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真正的 真正的那个犯罪闲人 说是这个李某遇到危险了 李某确实遇害了 有遇害的一种可能 真正的闲人知道 公安机关正在调查这个东西 正在调查着这个李某失踪这个事 把这个东西栽料 那样咱们就给咱们这工作 就知道了太多麻烦了 于是咱们这个难度越来越大 然而 就是这个突发的事件 让警方有了更多的猜测 监控硬盘的工作原理 与存储位置 一般人不了解 要投的这么准确 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 要取视频监控这个专业数字 我们也对这个地方 进行了重点排查 这个全县所有 有过这类经验 工作经验 我们也进行了排查 恰恰这个 我他这些失踪的帐篷 以前从事过这些专业 所以说这些疑点 越来越上升 年轻女子深夜离起失踪 司机王某与李某丈夫 水水说话 意想不到 第三个嫌疑人出现 那天夜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夜迷离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最为关键的一段监控录像 居然在侦查期间被盗 这让警方始料未及 现在摆在警方面前的问题就是 王某有没有说谎 他是不是真的送李某回了家 就是排除这个李某的自杀的可能 出逃的可能 回家还买的菜 然后还要安排这个孩子的生日 就怕点 说怎么过这个孩子的生日 所以他没有 总统记性表明 他没有出逃的可能 没有这个适奔的可能 没有自杀的可能 那么嫌疑一个出事 是一个头 虽然警方有种种推测 可因为重要监控的丢失 无法证明两人谁在说话 宅这个硬盘的这个人 一定是说 现实中发生的一些情况 他怕这个监控不过道 所以说最有最有 最大的可能应该就是 算一个毁灭症 为了弥补关键点监控丢失 带来的不便 警方决定用其他办法 证明谁在说话 从进程的卡口 咱们古着到王某和李某 他俩那个开车 回到败全县城的时候 这个路线开始 他按照他说的交代的行走路线 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接口 每一个接口的调取性路线 比如说就是说 是从东门到南尔道街 行驶了8秒钟 两个接口对 对应8秒钟 咱们拿车 做侦查实验 是 确实 按照一定速度行驶 8秒钟能到 并且这8秒钟没停车 8秒钟之内 如果停车 就是在这个区间 也干不了啥 做不了啥 做不了案 咱们就只能用这个推断 一道街 一道街 一道街的推 这个点的监控丢失了 可其他的监控还在 利用侦查实验 对应车辆在监控里出现的时间 警方对王某当晚行驶的轨迹 进行排查 这样呢 咱们通过这个视频 判断是王某 说的应该是真实 就是说 他如果是在这个中途 他这个中途 因为他没有转时间 警方把李某的丈夫 招来问话 因为经过警方的侦查实验 基本证明了 王某的说法是真实的 可李某丈夫 也坚持 他当晚没有回家的说法 那李某下了王某的车 是没有回家 失踪了 还是李某回家了 而他丈夫说了谎呢 我说你对他 你老婆就成天这样 晚上可能10点 11点 12点就回家 反感 他说不反感 他说 我大我老婆5岁 我什么事 我都让了他 他小 我让了他 然后呢 他也是为了挣钱 也是为了这个家 他说了 他跟我说 他想拓展一下 这个朋友圈 多交往一些人 就是说 当时我跟那个徐某的对话 特别 我感觉到 特别纠结 就是我听到 就是非常非常难受 难受在哪呢 他说这个话 我感觉不符合一个正常的男人的正常的一个思维 超乎寻常的冷静 太冷静了 他对这种情况不应该是这样 谁也接受不了 正常的人谁也接受不了 但是他恰恰就能接受 非常冷静 虽然感到不可理解 可警方对李某丈夫的怀疑 仅仅是个推测 假设是他干的 咱得找到是他干的证据 那又疑点 咱得证实他说的话 是真尾 为了证实他 他交代的这个 他交代的这个东西的真实性 咱们需要做这个大量的工作 如果李某丈夫说的是真的 从李某下车的小区门口到自己家 最多也就是50米的距离 在这么短的距离里 会发生什么事 这段路程要是没发生意外的话 正常过程 那个李某一定是回家了 那么回家了 既然他回家了 那为什么他丈夫徐某 25号还在报案 什么人一直没回家 当然咱们考虑到 就是说他这个 如果没发生意外的话 那个徐某作案的可能性 包括李某遇害的可能性 是越来越大 就在警方针对自己的推测 进行侦查的过程中 司机王某给警方提供了 一条重要的信息 李某在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 一直在用手机聊天 而聊天的对象是谁 他却没问 咱们当时也考虑 能不能是这种情况 说他跟你聊天这个对端 他跟你聊天对端的人 问你干啥去了 我上贺东看电影 或者说我现在往回走呢 我走到哪了 就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人 这个人 聊天这个手机聊天 对端的这个人 就在他家楼下等 你从王某的车上下来之后 然后我在这等着你 王某反映的情况 让警方想到了有一种可能性 也许那天晚上约了李某的 不仅仅是王某一个人 通过与李某闺蜜和家人了解 李某却是在半年前认了一个干哥哥 这个干哥哥徐某 前一段时间几乎天天请他吃饭 请他吃饭呢 跟他聊一些 就是说是意见一点的 就是那个 聊一些暧昧的话 他都跟着闺蜜说 都跟着闺蜜说 然后说这个 徐某啊 嗯 说是有几次试探些 想跟相约他发生关系 然后他没同意 这他都跟着闺蜜说了 李某的干哥哥徐某 很快也与侦察员见了面 出乎意料的是 李某的同事 家人 包括丈夫 都认识这个干哥哥 也知道 他经常与李某败出 他有一种情况 他说这个干哥哥特别 特别就是说 就是比他老公管的他还严 如果是说他要跟别人 别的男网友 或者别的人在一起 他干哥哥会很气愣 这样就符合咱们前面分析这种情况 你跟别人出去看电影去看 你 让我知道了 我要到时候看看 我在家门口看看 谁送你回来 谁跟你去看电影 符合这种情况 这样呢 咱们就通过这一点 咱们也怀疑过他这个干哥哥去过 这些疑点 都成了侦察员认真分析的重点 但要找到证据 还需要警方进行大量的工作 必须得中证 而且这种证据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想办一起案件 主要想把它办成一种铁案 证据是最重要 所以说这证据的关联性 完整性 必须是我们搞这个刑事工作的一个 遵循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正在警方对李某的干哥哥进行调查的时候 李某的家属突然接到了李某打来的电话 李某就姑姑接了一个电话 接了电话 说是那个 好像没有什么称呼 就直接就说 你明天过来的时候 你把我那个牛奶户给我烧来 问他姑姑就接着这个电话 就是说这个李某就姑姑接着这个电话 就蒙了 对方是一个 也是一个年轻女性的一个声音 问你谁呀 我小梅子 这样呢 就是说是 咱们这个诗中这个李某 小梅也叫小梅子 然后他再打电话的时候 就不接了 年轻女子深夜离奇失踪 拨开迷雾 小舍妙计 案件终于水渡石出 警方将会告诉你 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夜迷离 天网南部正在播出 失踪了将近二十天 所有人一直苦苦寻找的李某 居然打来了一个电话 这实在是出乎警方的预料 感觉是一种惊喜 就说是不是这个人终于在外边 这个这个 走了一段时间 感觉到又需要回家了 所以说我们接到这个消息以后 马上派一组侦察员 到那吗 去核实这个这个情况 从之前的线索分析 警方认为李某遇害的可能性极大 可这个电话的意外出现 给了警方一线希望 实际上我们保护生命 是我们追求的这个最高目 并不是说破案 是我 当一个人觉得我们 到市中这个人活着的时候 我们也是希望这是真实 侦察员奔波数百公里 查询这个电话的来源 很快 电话的主人就找到了 他母亲的号手机号码 跟李某的姑姑的手机号码 只差了一个数 只差了一个数 他自己说 说是这种情况 然后咱们也验证了 就差一个数 那个确实是他母亲 这个是那个李某的姑姑 他也确实叫小梅子 他也确实 后来又给他妈 给他自己母亲打电话 打通了 又把这个什么烧过来了 然后关电话问他女朋友 后来拨回来之后 你为什么又不接 又摁掉 怎么回事 他说你看我 我打错号了 打错号了 我知道了 你说再打回来 我怕人家就骂我 或者是怎么样 我就没接 这样就把这个事 就顺理成长地解释了 费尽周折 这个电话居然是一个巧合 刚刚燃起的希望 很快就熄灭了 而就在此时 对李某干哥哥的调查 却取得了进展 大概七点钟左右 车停下了 咱们从监控的视频里边 看到的干哥哥徐某上楼了 上楼了 就是一直没下 咱们看了一夜 一直没下 一直到第二天早 凌晨的四点 四点钟左右 他这个干哥哥下楼了 开车然后走 这样就是说 通过这个视频 就是直接就能排除 干哥哥这段时间 众多的推测 都被一一证实 其他的嫌疑人 也逐步被排除 唯一没有被排除的 就是李某的丈夫 徐某 所以就是他这个嫌疑 始终不能排除 如果有证据 那可能咱们早就动手 抓捕了 因为没有这么 那么冲突正硬 那么咱们就继续 还敢深入 细致的警察 围绕他 做了大点 王某当晚被证明 应该是送李某回了家 可徐某却在第三天 报案说 妻子失踪 侦查期间 监控探头硬盘 蹊跷被盗 徐某具有专业知识 而且他也最了解 警方侦查的进度 调取监控录像说 监控录像的内容 告诉他们家 告诉他们家 说是那个 告诉他说 你老婆不是厌疑害了 没厌疑害 也没那啥 是跟人家走的 是跟人家走的 咱的监控能看见 到你家那块 拿一包 一方面袋的东西 送到院里 然后大约一份 几点几几分 然后又坐着 乘坐一样 什么样的车走了 咱就告诉他们 正是在这次 看到监控后的第二天 这个监控的硬盘 就被盗了 不过警方没有放弃 开始大量的 要去周边的监控 希望通过其他监控 发现一些蛛丝蟒迹 突然间有一天 我们当时在那个工厂里边 在这块走访的过程中 突然间我就看着 这个徐某骑着他家的电动自行车 现在往东走 我一看是他 然后我们开这一台车 从后面跟着 看着干啥 当他到那个 一个村屯的那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停下了 停下了没下车 双脚支的这个地 就是骑在这个电动车上 往他停车的那个 左前方 右前方向 往那地里边瞅 看了一眼 那个摩托车马上就 那个掉头又回来了 他掉头 我们怕他发现了 我们赶紧掉头 掉头之后 我就跟他 跟他看这个 徐某就回家了 出乎意料的是 经过几天的观察 只要是下过雨之后 徐某一定会来这里 看一眼 就在此时 看监控的侦察员 带来了好消息 看到24号晚上的 11点零几分的时候 发现了 疑似的他们家 这个三轮车 这个三轮车 可移到什么地方 从远处过来的时候 没有开灯 不开灯 只是到街口的时候 晃了一下这个炸灯 经过比对 监控中出现的三轮车 与徐某晚上 夜市摆摊用的三轮车 极其相似 而且他当晚出城的方向 也正是他与后 多次去看过的 那片空地 徐某的嫌疑逐渐上升 最后警方在对徐某家 进行又一次勘察的时候 在卧室里发现了 被擦拭过的痕迹 和很不起眼的血迹残留物 进行DNA比对 证明血迹是李某留下的 在众多证据的面前 嫌疑人徐某 终于承认了自己杀害七死的犯罪事实 被害人生活比较开放 喜欢善交易 在外边接触也很苦 那么他的丈夫也进行多次规券 没有达到效果 当天晚上他回来又很晚 丈夫又劝 不但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反倒制是某种计划 但是一时积分之下 就采取了这极端的措施 在案发之后 徐某掩埋了尸体 并把死者的手机 和其他随身物品 隐藏和丢弃 并重新粉刷了房间 掩盖犯罪现场 一切处理妥当 在与岳父母一起来公安局报案 那么实际上我们感觉 就是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 普法教育 是非常非常关键 他应该懂得敬畏法 知道你自己的这个行为 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承担法律什么责任 如果我们每个公民老百姓 都知道这一点 他做事的时候 他会有所顾虑 或者是对有所考 一个家庭 由于你的这个极端行为 毁的不光是你的一个家 几家人 都毁了 就在徐某先后几天 反复看过的那片空地里 警方发现了李某的尸体 这一刻 不知道徐某在想些什么 他机关算尽 密不明局 没有给他换来 逍遥法外的快感 一时的冲动 早已让他迷失在了 那个漆黑的深夜 楚西夜 万家团圆之际 却成了犯罪分子 实施作案的良机 跨上连环作案 犯罪分子 气焉为何如此嚣张 处心积虑 刻意伪装 嫌疑人与警方 玩起障眼法 两地警方联手触击 惊开叫花男子神秘面纱 变形记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我没见过 我的天罪 什么问题 每次观察 这些地团 导致 更新嘻 封 山 里面 一遍 温 第 晴 谁